民主学校热血沸腾 立法院罗志强与叶元芝、牛许婷三人共同宣布 民主学校第四期民主改革营即将在3月25号开课 主办的罗志强表示 民主学校第四期讲师阵容是史上最坚强 不但邀请前总统马英九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立法院、政府院长韩国瑜、江启成等54位立委 也将担任学员讲师 与学员分享社会大众十分关切的国会改革议题 这几个重量级的大咖都已经答应过来 包括我刚刚讲的马总统、韩院长、江副院长 都已经答应到过来 朱主席 54位立委我今天也非常高兴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一邀请 已经大概邀请了40多位还在邀请中 目前大概只有两三位的委员 因为出国或其他的事情没有办法来 那基本上到目前我们邀约的这个委员担任老师的那个出席率 有将近九成 所以因此 这会是一次最盛大的一个我们的国会改革营 那第二个要跟大家报告 这次的这个国会改革营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营队的形式 因为它是结合国会改革议题还有青年训练营队两个目标共同结合的 所以它会分成两大块一块我们会有设八个国会改革 相关我们的法制改革的主题举办论坛 那每次论坛大概都会有两到三位立法委员 然后再加上一位专家学者 然后再跟年轻的这三十位学员 共同举办座谈 所以会有八场论坛 那大概会有将近十场的沙龙 这沙龙就是邀请立法委员 然后跟年轻人来这个传承这个政治的一些经验 然后也做很多的一些跟青年的互动 就是说透过跟年轻人交流 也可以让所有参与的立法委员了解年轻人们 对于国会改革的一些想法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双向的交流 一连三天的国会改革营总共有八个子题 八场青年论坛及十场青年沙龙 除了对青年朋友传承参政经验 也是一个双向交流的契机 将担任论坛主持人及讲师的 叶元之与牛许廷也认同 罗志强主办民主改革营的做法 这个机会大家互相交流 一方面认识我们立法院 我们的理念我们的想法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学生的角度去看说 过了这么段时间你们对我们的理解是什么 那其中有没有误会 那有没有需要我们厘清 或者是需要我们补充的地方 那这个交流我认为是蛮重要的 我们都非常乐意 在这个过程中 不管是提供国会改革的意见 或者是提供青年参政的分享 让更多的年轻人有多一个媒介 多一个空间多一个机会 可以了解国民党的运作 了解立法院的运作 也为这个南军未来储备政治人才 多一分的力量 曾参加民主学校的学演分享心得 觉得收获颇多 民主学校第四期报名 从即日起到3月10号为止 三天的营队结束后 还将征选优秀学员到立法院或议会实习 欢迎有志青年加入 投身公共事务 让国会改革增添更多青年世代的声音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导 还能够探索 发展计会认识 在我看你 在我看你